这个小正太有一种邪恶的能力 家里的女保姆抱了抱她 就当着一大帮人的面上吊自杀 去动物园游玩 场景录见了她都仨子撩了 沸沸们也对她群起而共事 神父把真相告诉了小正太的老爸之后 因为泄露了天机 而被从天而降的钢管插死了 这就是今儿要跟大伙聊的 美国恐怖片凶兆 又名天魔666 在1970年的6月6号凌晨的6点 美国外交官派克的老婆吃瓜姐 在意大利的某医院 为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不幸的是 巧的是在同一时间 有另外一个孩子也出生了 这个孩子的老妈 把她生下来之后就死了 医院的院长坏神父 把孩子推荐给了派克 希望派克能收养这个孩子 并且瞒着他老婆 就说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为了不让老婆伤心 派克听从了坏神父的话 把孩子抱到了老婆的面前 转眼五年过去了 受上级的指派 派克带着老婆孩子来到英国工作 这位美国驻英国大使 在仕途上顺风顺水 将来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总统 他们的儿子小正太也已经五岁了 并且仍在茁壮地成长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也就预示着要出大事 在小正太五岁生日的这天 一条大黑狗出现在了生日派对上 负责照看小正太的保姆 跟大黑狗对视了一会儿之后 便离奇地上脚自杀了 临死前保姆说了一番话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小正太而做的 而派对上的摄影师 及时拍下了摄影 由于派克特殊的身份 保姆自杀这件事 迅速引起了广大媒体的关注 这个时候 一位叫布伦南的神父 母亲是一只豺狼 派克一听差点把鼻子给气歪了 认为布伦南神父肯定是走火入魔了 布伦南神父在离开的时候 摄影师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小保姆死了没几天 新鸡婶便来到了派克家 声称自己是受中介机构的委派 过来当保姆 向游新生啊 这新鸡婶一看就绝非善累 但这两口子也没细打听那么多 就把新鸡婶给留下了 新鸡婶进屋之后告诉小正太 自己是专门派来保护他的 转过天 派克和吃瓜姐两口子 准备带着小正太去教堂 新鸡婶极力劝阻 但是没能入院 汽车行至教堂门口时 小正太突然开始抓狂 死活不肯进去 还把吃瓜姐的脸给抓破 两口子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晚上夫妻二人闲聊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小正太自打出生至今 似乎从来没有生过病 甚至连感冒发烧都没有 派克本打算去看看孩子 可没想到保姆新鸡婶 把那条大黑狗弄回了家 派克吓了一跳 命令新鸡婶抓紧时间把狗给弄走 转过天 吃瓜姐带着儿子到狩猎公园又玩 长颈鹿看到小正太之后大惊失色 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而那些沸沸们似乎也受到了惊吓 开始围攻吃瓜姐和小正太的汽车 布伦南神父再一次找到了派克 说他的老婆吃瓜姐有危险 约派克第二天下午两点半 在主要公园见面 而摄影师再次为布伦南神父拍了照片 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摄影师发现 布伦南神父身后的那道阴影依然存在 回想起来最近发生的一些怪事 派克来到公园跟布伦南神父见面 这神父说话有点啰嗦 总的来说大致意思是 派克的老婆又怀孕了 而撒旦的儿子 也就是派克收养的小正太 会在这个孩子出生前将其扼杀掉 撒旦的战略意图是 让小正太继承派克的政治权利和财富 然后利用这些资源建立自己的王国 布伦南神父让派克赶快去见传教士王德白 王德白会告诉他怎么处理这件事 由于布伦南神父的话云山舞爪 派克觉得过于荒谬也没当回事 由于布伦南神父泄露了天机 把撒旦给扔毛了 布伦南神父一看大势不好 急忙往教堂里跑 但大门早就被撒旦锁得死死 这时候天空中突然一个炸雷 一根钢管从天而降 把布伦南神父穿了个偷袭凉 派克晚上回到家 当听到吃瓜姐说自己怀孕后 把派克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当他翻开报纸之后更是吓了一跳 一件件事连续到一起 派克不得不重视起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老婆吃瓜姐被小正太从二楼撞了下去 命虽然保住了 但肚子里的孩子掉了 而这发生的一切 跟布伦南神父预言的是一模一样 派克来到小正太的房间 发现那头大黑狗居然还在家里 这时候他接到了那位摄影师的电话 让他赶快过来去看看那些照片 原来之前保姆和布伦南神父的死早有预兆 在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上 保姆的脖子上有一道绳子的阴影 之后保姆就上吊自杀了 而布伦南神父背后的那道阴影 其实就是那根钢管 根据摄影师的进一步调查 发现布伦南神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而且在布伦南神父的大腿内侧 还有一个666的胎基 而小正太的出生日期 正好是6月6号的早上6点 而一直关注此事的摄影师 似乎也被撒谈预言了 为了查出真相 派克和摄影师来到了 五年前他老婆生孩子的医院 但诡异的是 自打那天把孩子接走之后 医院就发生了一场大火 所有关于孩子的档案 全都被烧毁了 而那位给派克推荐孩子的院长 坏神父也差点被烧死 随后派克和摄影师 在某修造院找到了坏神父 坏神父已经被 五年前的那场大火给烧残废 据坏神父的同事说 由于坏神父背弃了基督 因此才遭受到了惩罚 根据坏神父提供的信息 派克和摄影师来到了 罗马北部50公里处的 一片某王朝的古墓群 他们俩在这里 弄开了两座坟墓 其中一座是一只 雌性豺狼的母穴 这只豺狼也就是 小正太的亲生母亲 而另一座牧穴里埋葬的 正是派克那个 一生下来就被人害死的儿子 这二位全都是死于 五年前6月6号的那天 派克和摄影师正瞎分析的时候 一群大黑狗突然出现 差点把这哥俩给咬死 现在真相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 撒旦为了反基督消灭全人类 首先杀了派克的儿子 然后把自己和雌性豺狼 将生的儿子交给派克复养 企图利用派克的政治地位 将来有一天能成就一番事业 意识到危险来临的派克 急忙给老婆吃瓜姐打了一电话 让他赶快离开医院到罗马来找他 可就在吃瓜姐换衣服的时候 心急事突然出现了 这位被撒旦派来保护 小正太的地狱使者 直接把吃瓜姐推下了楼 当听到自己的老婆被害之后 派克再也不敢耽搁 和摄影师急忙前往耶路撒冷 找到了传教师王德白 王德白交给了派克一组高具 让他把小正太带到教堂里 然后干掉 可小正太毕竟是自己养育了五年的孩子 派克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王德白说小正太身上有666的台积 666代表着撒旦的三位一体 凡是撒旦的门徒都有这个台积 可派克发誓说小正太身上绝对没有台积 王德白说如果身上没有 那肯定就在头皮上 剃掉小正太的头发就能看到台积 虽然王德白说的头头是道 但让自己亲手杀死一个小孩 派克还是无法接受 他愤怒的扔掉了那组道具 摄影师一看急忙去剪 因为这也关乎着他自己的命运 如果派克不愿意干 那他就得亲自动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撒旦利用超能力把摄影师给干掉 这下派克彻底崩溃了 他回到家剃掉小正太的头发 果然看到了老铁双击666的台积 这时候负责保护小正太的地狱使者 心机婶突然发难跟派克掐了起来 虽然心机婶号称地狱使者 但战斗力却不怎么样 干掉心机婶之后 派克开车拉着小正太前往教堂 就在他准备对小正太下手的时候 被及时赶到的警察给击毙了 影片的最后小正太被美国总统受养了 那回眸一笑 似乎在预示着人类的灾难即将来临 影片的制作成本大概在280万美元 全球收获了6000多万美元的票房 是当年北美票房的排行榜冠军 格里高里派克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 他的儿子乔纳三已经厮杀了 这跟他在影片中饰演的父亲角色 似乎有着微妙的联系 影片中的意大利出租车司机 其实是一名真正的黑肉党成员 这哥们儿非常热衷于演戏 他手指头上的绷带 是被派克关门时不小心夹伤的 为了让沸沸攻击母子俩的汽车 动物园的管理员 把一只小沸沸抱进了车里 据小道消息说 影片在拍摄期间遭到了诅咒 派克和编剧乘坐的飞机被闪电击中了 导演理查德唐纳所住的酒店 遭到了埃尔兰共和军的轰炸 剧组找来的罗维纳袭击了他的训练师 影片特效师的助手 在回酒店的途中出车祸身亡了 影片中被钢管插死了 布伦南神父身上也有666的胎记 这说明他也是撒旦的使徒 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已经时日无多了 为了取得上帝的宽恕 才向派克说出了真相 电影最初设计的结局 是派克杀了小正泰 而警察又开枪打死了派克 但后来有人认为恶魔是不能被杀死的 因此出现在影片中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结局 影片被娱乐周刊列为第14部最恐怖的电影 入选了美国电影协会2001年 最惊心动魄的100部电影名单之中